Hello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 给大家说几个令人绝望的现象 我刚收拾好的房间 没过两天就变得杂乱不堪 时间一长人也没这儿做,东西也找不着 也就是爸妈常说的猪窝 还有个朋友,健身刚放弃一周 身材立马走样,腹肌抱团 脂肪膨胀,再加上不注意形象 就好像换了个人一样 一个企业新建立的制度 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迭代优化 推行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出现 机质僵化人服一室的低效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不管个体还是群体 所有事物怎么都朝着混乱无序的方向发展呢 其实这一切的原因可以归咎于商增 商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 但这个抽象的概念是怎么跟现人生活 扯上关系的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了解二者的底层逻辑之后 你会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商在生活中跟他在物理学中一样出名 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亚马逊·贝索斯在1998年 至股东心里说,我们要反抗商 物理学家薛定谷在《生命是什么》中提到 人活着就是在对抗商增定律 生命以负商为商 清华大学的科学史系主任吴国胜甚至觉得 如果物理学只保留一条定律 这个定律不是牛顿力选 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而是商增定律 商之所以这么出名 是因为它就像一个无形的大手 提线木偶一样操控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说的这么玄乎,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定义 在一个孤立的系统里 就是没有物质和信息等能量输入输出的系统 它总体的混乱程度只会增大 不会变小 直到达到混乱的最大化 而伤就是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 越混乱伤值就越高 如果任期发展最终会达到最大伤 这是一种持久不变的平衡状态 再也不会出现可观察到的任何事件 归此机 举个例子 水在固态时 水分子振动范围很小 系统比较稳定 这个时候伤值比较低 当变成液态的时候 水分子活动范围变大了 伤值也变大了 温度再升高变成气态的时候 水分子到处乱窜 伤值就更大了 这就指伤增的过程 要让水以固态的形式保持稳定 我们就要借助伤值比较低的外力 比如压力温度这些 这个过程就是伤减 开头提到的三个现象 就是伤增的过程 要让房间不变成猪窝 让形象不邋遢油腻 让制度不僵化低效 就要通过整理自律优化这样的伤减 咱们会发现 符合伤增的过程 会非常容易和舒服 而伤减就比较反人性 非常痛苦 伤增是放肆 伤减就是克制 像米躺在沙发上开黑 整理房间肯定是痛苦的 像米吃高热量的美食 跑步劫持也是痛苦的 伤减需要打破原来既定的规律 虽然这个规律没有规律 但推导重建和后期的持续自律 都会让人产生抵触和抗拒 就像少有人走了路提到的 所有事情都在向着无序和混乱发展 如果你要变得自律 你就得逆着伤增做工 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 这就是成长的过程 要维持人这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就需要持续输入能量 物质上的意识助行 信息上的学习社交等 如果没有这些过程 身体会衰竭 精神会混乱 最终毫无生机 到了这种地步 就像那句话一样 很多人20岁时已经死去 只不过到80岁才埋 在伤增的定义里 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孤立的封闭系统 二是没有能量输入输出 那我们要对抗伤增的逻辑 就是要打开大门 跟外界有能量交换 进而优化内部系统 这里有个耗散结构的概念 这个结构就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 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在系统内部 某个参量的变化 达到一定预值的时候 继续产生非平衡相变 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 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 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这样可能太抽象了 咱们举个例子 一个吸管就是一个开放系统 它会不断地从土壤里 吸收养分和水分 这些就是能量交换的过程 然后量变 一切质变 吸瓜变大了 继续吸收养分和水 进行能量交换 华为人生非对耗散结构 有个很经典的比喻 一个人每天去锻炼身体跑步 就是一个耗散结构 吃得多 储存的能量就多 通过跑步 一部分能量耗散掉 还有一部分能量 转化成肌肉 促进合成人体所需的各种物质 身材健康状况 都逐渐变成有序的状态 所以我们对抗伤增的逻辑就是 把自己打造成这样一个耗散结构 伤增发生在孤立的封闭的系统 所以对抗伤增的第一步 就是要开放系统 把系统内无用的伤排出去 然后吸收新的可用物质 能量和信息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终身成长》 提到了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 这跟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非常贴合 成长型思维认为 人的智力水平是可塑的 就是说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去提升 相反固定型思维的人觉得 智力水平出生时就固定了 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这体现了一个人对自身的认知 对挑战的态度和对挫折的复原力 固定型思维的人 如果觉得自己没天分脑子笨 就会避重就轻 只做自己擅长的事 如果遇到挫折很容易逃避放弃 相反成长型思维的人坚信 三分天注定 其分靠打拼 敢于挑战 抓住每次让自己成长的机会 即便遇到挫折也是打不死的小枪 抵抗伤增需要先改变思维方式 如何从固定型思维 转变成成长型思维 这里分享四个步骤 第一步 接受 咱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成长型 与固定型的混合体 无非是二者站得比力不一样 所以没必要抵触这个事实 就像看病一样 骗自己说没病 就没有最好的可能性 第二步 观察记录 观察自己在什么情况下 会激发固定型思维 固定型人格出现的时候 又会产生哪些不好的事情和影响 每次出现就记录下来 时间 起因 反应 结果 越详细越好 然后根据特征归大整理 分门别类 还可以给他们命名 比如压力大 二狗子就来了 我就想逃避 如花一来我就焦虑的不行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记忆和区分 居相化的名称 也有助于我们跟他们做斗争 第三步 教育 这里不是克制或者甩掉 因为固定型思维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你 让你有安全感 二狗子和如花的初衷都是好的 但显然他们只做了一半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成长型思维去教育它 二狗子 你看我英语学得多牛 你一来我高手就不及格 你要么跟我一起挑战 要么就滚远 多次教育固定型思维会被弱化 第四步 童话 若花之后的二狗子 还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应对挑战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成长型思维 手把手的教它 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和想法 通过什么方式去突破 失败了又该如何复原 这是个童话的过程 慢慢的这些固定型思维 就会转变为成长型思维 远离平衡态是耗散结构的第二个特征 耗散结构的提出者普雷高金认为 非平衡是有序制限 我们怎么才能打破平衡呢 有两点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一 跳出舒适区 美国心理学家诺尔迪奇提出了一个行为改变理论 就是把个人行为改变等级 分为舒适区 学习区和恐慌区的三个区间 舒适区就是没有压力 没有挑战 没有任何负担的一种状态 要做的事情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不需要努力 也没有过多诉求 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学习区就是对人们来说有一定的挑战 但可以通过努力达成 比如60分的成绩提升到70分 不至于感到焦虑和不适 恐慌区就是超出能力范围太多的事物或知识 心里感觉会严重不适 比如60分必须提升到100分 就可能导致崩溃甚至放弃学习 舒适区的平衡只是暂时的 因为平衡态是伤最大的时候 我记得之前老人上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当你身边的人都不如你的时候 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你开始走向暴露了 在舒适区你能轻松应对每件事情 但这并不代表能力高 相反可能是做的事情难度系数低 会造成一种假性繁华的现象 如果想要对抗人生双增 按照耗散结构 你就必须远离平衡态 也就是离开那个让你感到非常舒适的区域 主动走向学习区甚至是恐慌区 2.终身成长 咱们都知道成长符合S型曲线 从缓慢的积累期到飞速的发展期 最后到达一个高位平稳期 在平稳期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就这样了 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这只是下一个S型曲线的缓慢积累期 也就是说成长模型不是只有一个S型曲线 而是像楼梯一样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 攀登者不会因为登上一座山就停下脚步 运动员也不会因为打破了记录就不再训练 每一个优秀的人 都是不断突破自己的终身成长者 培养终身成长 这里分享几点建议 一.不要轻易给自己射线 不然的话又进入固定型思维的挂圈 完成目标之后孤孤自封 而应该完成一个目标 再设定下一个目标 不断突破自己 不断打破平衡 二.放眼长远 作为一个长期主义者 很多时候我们都陷入了西靴陷阱 被眼下的琐事果线 忽略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比如成长 越要长期收益 越得长期主义 三.以关键药物来配置资源 凡事都有情种缓急之分 可以借助时间管理思想线 来帮助分配时间精力 尽可能把钱用在刀刃上 四.督信自己熬过引爆点 成长是非线性的 没有质变是因为还没有到达引爆点 这个时候只能督信自己坚持下去 用有备无患的姿态 迎接爆发时成长 一个看似跟我们毫不相关的物理学定律 竟然无孔不入地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 怪不得化学家阿特金斯 将它列为推动宇宙的四大定律之一 不过相比找不到生活混乱 情绪失控的根源 至少现在咱们知道病根在哪 也知道持续成长的底层逻辑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您耐心观看 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 还望订阅关注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与谁同行 关注星河百度 咱们每周聊点 有温度的成长内容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